炎热的夏天,在清凉的游泳池里泡上一会儿 是很多人应对高温酷暑的一种方式 但是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 存在着让游泳高手都害怕的游泳池 它们或是人工建造,或是自然形成 今天的山上放一室为大家带来五个对普通人来说十分恐怖的泳池 维洛利亚瀑布位于非洲赞比锡河的东友 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 它宽约1.7000米,高约128米 在瀑布上游的边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天然游泳池 通常在每年的9月和12月之间,瀑布的水流量最小 此时允许冒险的游客前往魔鬼游泳池下水游泳 进入游泳池前需要涉水步行一段距离 途中可能会遇到鳄鱼或者河马 到达游泳池后游客可以直接跳到游泳池 如果你胆子足够大,你甚至可以俯身在瀑布边缘 需要注意的是游泳池内可能会有鱼咬你 但这并不危险 虽然看起来很危险,截止目前,这个游泳池没有出现一起安全事故 鳄鱼泳池 鳄鱼是一种非常凶猛能血的食肉动物 通常会潜伏在水中伏击猎物 在澳大利亚的鳄鱼湾公园内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鳄鱼泳池 这里有一些当地最大的咸水鳄,长达5米 游客被放在一个透明的笼子里 然后放到鳄鱼池的中心,与鳄鱼进行近距离的接触 此时外面的工作人员还会向鳄鱼投食,以鼓励鳄鱼在笼子周围活动 你可以360度的看见鳄鱼在你的周围盘旋 你可能会担心这样安全吗? 2011年,这个笼子就出现过事故 用来降低笼子的缆绳断裂 当时笼子里还有两名乘客 池子里的鳄鱼也对笼子里的游客虎视眈眈 好在有惊无险,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最终脱险 你有勇气面对死亡之龙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说说你的看法 Y40游泳池位于意大利的一家四星级酒店内 于2014年首次开放 它的深度达到了45.45米 相当于14层钟的高度 是世界上最深的游泳池 游泳池的表面积为21乘以18米 上宽下窄 宽大的侧窗让阳光照射到整个游泳池 增加了水中的能见度 整个游泳池容纳了将近4300立方米的水 泳池的水主要来自温泉水 被冷却后注入到泳池 水温保持在33摄氏度附近 泳池在结构上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水下乐园 包含不同深度的水下平台 下面还有特殊的洞穴壁架 结构非常精致 为休闲潜水潜水训练提供十分理想的场所 如果你不想游泳 在泳池的底部还有一个全玻璃的观光走廊 是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水母湖 在浩瀚的海洋中生活着大约200多种水母 其中大部分的水母都是有毒的 因此水母也成为海洋游泳爱好者的噩梦 在帕拉洛克群岛有一个文明寓室的水母湖 大约有12000年的历史 湖中有大量的无毒水母 受自然条件的影响 水母湖的水被永久分为两层 以大约15米深度为界 分为上层的寒氧层和下层的缺氧层 所有的生物都生活在上层 虽然湖中的水母都无毒 但对到湖中游泳的人来说 内心还是十分恐惧的 这些水母会造成身体的刺痛 由于15米以下的水中 硫化氢含量很高 可通过潜水员的皮肤吸收 从而导致死亡 所以这里不允许在湖中潜水 更恐怖的是 湖中还有鳄鱼出没 曾出现鳄鱼导致人死亡的事件 因此在这里游泳需要强大的心理乘水能力 和非凡的勇气 360度无边泳池 如果建成 这将是最令人害怕的泳池了 来自伦敦的一家设计公司 公布了这个设计 将游泳池建设在55层楼的楼顶 整个楼顶被泳池覆盖 边缘全部采用亚克力制造 其中一块地板也采用透明的材料 从效果图上看 最大的疑惑是如何进出游泳池 实际上这个泳池的进出方式 与潜水体门有着相同的原理 该系统采用双层管设计 第一根外管通过液压升降机 从地板升起 排水泵将内管的水排出 然后一个楼线形的楼梯 从管内升起 使人们能够进出 游泳池还将配备一个内置封数计 来监测风数 并将与计算机控制的建筑管理系统相连 该系统将调节游泳池的温度 并确保水不会洒到下面的街道上 游泳池的水还将使用大厦空调系统的费能加热 虽然泳池还未建成 360度透明边缘设计已成为恐高者的噩梦 从瀑布边缘的魔鬼泳池 到360度无边泳池 这些泳池都考验了一个人的强大的勇气 哪一个泳池最令你感到恐惧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下期节目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见 拜拜